有请我们的惊喜嘉宾 闪亮登场 大家好 好久不见 你好 圆圆 嗨 你好 圆圆 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你好兴趣了 真的太有惊喜了 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老秦这期子我没在 老秦 对 圆圆先帮你说 先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好六团的秦潇贤 特别特别喜欢你 但是她今天因为拍 我知道 对 她因为拍戏的原因 然后今天请假了 结果你看真的是不凑巧 老秦 老秦 圆圆姐听说你准备了 两道跟倚天屠龙记有关系的题目 对不对 对的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每答对一道题 就可以为队伍赢得五个火苗值 来 直接开始 来 又要考乙学是吧 我们每天也在宿舍里面玩乙学 辛苦圆圆 来 我们第一题 周哲送给张物济的定情信物 手拍上是什么图案 A 白纸杜若 B 于C 虾 D 鸳鸯 来 何老师先举手 何老师说 A A 白纸杜若 是正确的吗 圆圆姐 不对 过来 她 C 虾 是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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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是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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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清楚我来的对的 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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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趴看似是圆圆姐来救赎 对 结果 结果是 分叉更远了 对 好 第二题好不好 好 好 圆一姐 可以 好 第二题 杨不悔问张无忌 他心中对周紫若的感觉是什么 先抢 抢完再说 应该彭哥说是哪个就是哪个吗 也对 来 何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是D 又静又怕 对吗 圆一姐 对 老师跟你说吧 我觉得我对紫若 是又静又怕 所以要比 要抢举手的顺序是吧 对 因为 那懂了 因为就是 友鹏知道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知道要先举手 又害又恨是赵米 对 又静又怕是紫若 对 哇 谢谢圆圆 谢谢 我们特别惊喜 你可以出现在 你好星期六 可不可以也给哥哥们 这个加油补敬一下 好 那我有话专门要对友鹏说 就是想跟你说 张无忌 如果你今天输了任何一场比赛 我周紫若 就跟你无共戴天 恩断欲杰 你什么 压力这么大的吗 哥 没有开玩笑 你不要压力那么大 刚刚是周紫若说的 其实想跟你说好好享受 那也想跟所有的哥哥都说 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游戏吧 我觉得大家好好享受过程最重要 谢谢圆圆 然后希望你尽快有空 可以来好六街做客 来你好星期六做客 好吗 谢谢圆圆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爱你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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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